你知道憨豆先生在中國有一個抖音帳號嗎 沒有錯是抖音帳號不是TikTok帳號 然後他現在在上面十分的火 我給大家看一些 這一個272萬個贊 十分的喜劇 十分的像憨豆先生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那個系列 十分酷 這個是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 憨豆先生系列裡面的那一個抖音變裝 故意大家都看過 是吧 憨豆先生在海灘上面他要變裝 然後旁邊有一個盲人 然後突然就放了一些很弱智的音樂 然後憨豆先生一眨眼就變成了另一個服裝 這個大家都看過 是吧 從小我們看憨豆先生看的就是這一種幽默 100% 很明顯下面的評論也十分同意我 泰迪太可愛了我會堅持下去的 憨豆先生給他比了三個星 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憨豆先生 這個人十分的激動 十分的興奮 回憶啊愛憨豆先生 英國牛津大學生感嘆號 羅溫冒號愛金森 你是牛津博士真名羅溫愛金森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中國抖音上面的憨豆先生 其實還做過什麼其他十分搞笑的視頻 真的很難挑你知道嗎 畢竟這一些視頻一個比一個還要幽默 就比如說這個是我最喜歡的一部作品之一 召喚金魚 也是憨豆先生的一個十分經典的一個橋段 我們都知道他有個朋友叫泰迪 然後他現在召喚另一個朋友 他叫他金魚 我們來看一下評論 牛津大學博士好 你在電視裡好像是叫憨豆先生 我們可以看到憨豆先生有很多粉絲 在給他留十分好的這一些評論 沒有任何負面的 因為你怎麼會罵憨豆先生呢 憨豆先生是我們所有人的童年 OK 憨豆先生在童年的時候 給我們帶來了這麼多搞笑的時光 然後這麼多美好的時光 沒有人會討厭他 我們再來看一些其他的視頻 很明顯這個是憨豆先生的 他那時候在武漢 疫情的時候去年的時候 他說加油中國 我愛中國我愛武漢 然後他得到了朋友支持 還上了CCTV很明顯 微博上面4.6億討論 豆豆先生在武漢為中國加油 CCTV1報道 中國電影報道 CGTN報道 台灣竟然也報到了他 非常酷 天天笑唱錄製 歡樂喜劇人 憨豆拍面越來越大了 他得到了越來越多人支持 那麼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大家從小都認識他 他這麼活 然後現在能在中國也撈一筆 受到這麼多人的熱愛 也是一個不會讓別人奇怪的事情 OK 這是一個十分正常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下面的評論 Mr.Bean Ware a mask when you go out Can you play English special effect next time 很明顯 豆豆先生貌似沒有看懂這個英語 他回了一句 Thank you 然後比了個愛心 不光如此 豆豆先生在中國還會做一些廣告 比如說有這一個奶茶公司 叫做漢豆先生奶茶 100%是漢豆先生完全授權過的 OK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廣告 關於漢豆先生奶茶 我們來看一看 十分好的一個廣告 也十分符合漢豆先生本來的 這一種戲劇精神 他本來的戲劇風格 100% OK 我不裝了 OK 這個是一個冒充者 他的名字叫做Nigel Dickson 然後他在抖音上面叫做 豆豆先生 但是呢 如我們所見 也有很多人並不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模仿者 很多人都以為 他是真正的漢豆先生 也是真正的羅溫愛金森 特別是他所有的作品下面 總會有人說什麼 哦 你就是那個牛津大學博士 羅溫嗎 我的天啊 從小就喜歡看你的作品 那麼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一位 漢豆先生的模仿者 在中國 能有這麼多的粉絲 甚至還上什麼CGTN 接受什麼採訪說 哦我那個時候 中國有疫情 我留在武漢 我愛中國人民 為什麼他能上這種類型的採訪 然後為什麼他竟然能夠代言這個奶茶店 叫做 漢豆先生奶茶店 所以我做了十分多的研究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抖音簡介 漢豆先生唯一清典特型演員 我做這個視頻之前 我做研究的時候 我記得他寫的還是 漢豆先生唯一清典模仿者 他現在改成了特型演員 我不知道特型演員是什麼意思 但很明顯有一些原因 讓他們不寫模仿者這三個字了 那麼雖然他寫的是什麼 唯一清典特型演員 還是什麼模仿者 但是他在自己的抖音視頻評論裡面 從來不會糾正別人說什麼 哦我其實不是真正的漢豆先生 然後大多數人看他視頻 真的以為他就是 他們童年看的那一個漢豆先生 這裡是我的看法 如果你想要以模仿的方式來致敬別人 甚至做一個抖音賬號的話 我覺得這個根本無可厚非 OK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你的本意 就是為了去致敬這一位人 叫做羅溫愛金森 我們從小每個人都喜歡看的 那一位喜劇演員 漢豆先生 如果是為了致敬的話 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這個人 他很明顯不是在致敬 他是在利用漢豆先生的名聲 然後讓自己在中國也能撈一筆 特別是你在利用 大家不知道這一點的情況下 在做出這麼多垃圾視頻 這個不叫做喜劇 OK這個連喜劇的編都搭不上 這個就是你塗了一點水 然後在你自己的臉上 然後你把它上傳到了抖音 然後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他竟然能有100多萬點贊 還有3.7萬評論 同樣的還知道你拍過動畫片 我看你的視頻長大了 童年的歡樂 從上學喜歡的憨豆到現在 願您一切安好天天喜樂 他沒有一次會在評論裡面說 其實呢 我不是真正的憨豆先生 你在利用憨豆先生的名聲 去拍這些下三爛無裏頭低俗視頻 憨豆先生是一個羅文做的 一個十世纪作品 然後你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羅文的頭上拉屎 所以當他說他自己是憨豆先生 唯一清典特心演員 或者是模仿者的時候 我真的十分驚訝 所以像我說的 我做了十分多的研究 來看一下到底這個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Nigel Dickson 他是一個來自英國的一個憨豆先生 模仿者 他的工作就是假裝自己是憨豆先生 所以其他人可以雇用他 到他們自己的私人派對 或者是一些event 來給別人說 大家看 我們請了憨豆先生過來 他有個網站叫做 Mr.HazBean 但是這個網站已經被他下線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明顯我做了研究之後 他要決定把這個網站給下線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 他有個YouTube頻道 然後在這個YouTube頻道上面 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 所謂的showreel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很明顯你可以在你的婚禮上面 跟別人說 你看 憨豆先生來我婚禮了 然後沒有人會知道 這不是真正的憨豆先生 所以這就是 Nigel Dickson的用途 用途 他還參加過一些 十分大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片頭的這一個 十分大的活動 我們來看一看 and that's it 然後你可能在想 這個是什麼活動 我操 他們竟然請到 這一個假冒的這個 憨豆先生 是吧 什麼大的活動 能請得動他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 這個活動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叫做 EULAR 歐洲抗風氏病聯盟 你沒看錯 憨豆先生很明顯 對於風氏病 十分的熱情 然後啊 他想到這個event上面 給大家表演一段消息一句 那麼看完了這些東西 我們還是沒有得到 我們心中的那個答案 就是為什麼他自稱是 憨豆先生 唯一清典的 魔方者 我一直在疑惑這一點 直到我看到了 這一個片段 你可能沒有看出來 但是其實剛剛那個被壓在 所有人生下的那個人 就是 Mr.P 就是 Nigel Dickson 他在這一部電影叫做 《歡樂喜劇人》裡面 當了一下 憨豆先生的替身 然後在屏幕上面跑了幾秒 然後最後被壓在了 所有人的身體下面 然後現在呢 他就是憨豆先生的 唯一清典 魔方者 這個電影像我說過的叫做 《歡樂喜劇人》 本來出演的人 具有憨豆 貌似還有泰森 但是不要看這個電影 OK 這個是我看過一輩子 最糟糕的電影 沒有之一 我得說一下 憨豆先生在這個電影裡面 也只是跑了一下龍套 就出現在幾個鏡頭裡面 他不是什麼主演 我們還可以看到 憨豆先生和其他人的合照 是吧 憨豆先生和 這一位叫什麼 我其實不太認識 這一個人的合照 他發在了自己的showreel裡面 但是問題是 我沒有看到這一個 Nigel Dickson 和真正的憨豆先生的合照 這個是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要宣傳自己 是什麼所謂的 唯一清點魔方者的話 也許你應該 把真正的憨豆先生 放在身邊 然後說 這個是我的老夥伴 他 他清點我的 就是他 他說我是唯一 清點魔方者 但是他沒有 很明顯他好像 沒有這一個合照 所以除了這一個電影裡面 小小的跑龍套環節之外 我找不到其他任何一個 他和真正的憨豆先生 有關係的那些片段 或者 文字記載 都沒有 相信我 OK 我找了個遍 我都沒有找到 然後看著他這一些抖音視頻 我很難想像 羅溫真正的憨豆先生 會真的同意他 去做出這樣的東西 你就想像 他拍出了這樣的視頻 然後給羅溫看 起床 地球不爆炸 船我都不像 你要拿我跟豬比 豬都很怕 然後他對羅溫說 哎羅溫 我的老伙計 好久不見 哎你看 你現在清點 我是這個魔方者了 是不是 你來看一下 我拍的這些視頻 呃 你覺得OK嗎 哦 都OK的 你想讓我在你這個 憨豆先生 legacy上面拉屎 沒有問題對吧 哦 沒有問題的 好的 那我就繼續做了 謝謝你羅溫 下次喝酒再見 拜拜 那麼像我說過的 如果你要模仿別人 然後甚至以模仿別人的方式 來開個抖音賬號 真的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問題是 Nigel Dickson現在在做的事情 不太像是模仿 而更像是冒充 從名字上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這一點 Mr.P 和Mr.Bean 讀音上面就很像 豆豆先生 和憨豆先生 也很像 甚至台灣對憨豆先生的譯名 就是 豆豆先生 這個的確很容易讓人誤會 如果你是想要以致敬的方式 去模仿一個人的話 那麼也許你的用戶名 會是什麼 憨豆先生 模仿者1234 而不是找一個 聽上去十分像的名字 然後放在自己的 抖音上面 同樣的 他簡介裡面 以前寫的是模仿者 現在寫的是什麼 清典特型演員 也許這一點 可以讓一些人 洗白他現在的作為 但是他把這個 寫在的簡介裡面之後 在自己的視頻評論裡面 卻不會再繼續 強調這一件事情 反而有一些觀眾 會說什麼 Mr.Bean 從小喜歡看你的視頻 他還會感謝這一些評論 我們再從結果上面來看 抖音上面 90%以上看他視頻的人 都以為他就是真正的 憨豆先生 他就是真正的 羅溫愛金森 並且有一些公司 利用他身份含糊不清這一點 來請他來正場面 來做品牌效應 題外話 關於之前說到的 什麼憨豆先生查 他們是不是真的受到 憨豆先生授權這一件事情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查清楚 我唯一找到的是 在2017年左右 泰格影視 也就是做憨豆先生動畫片的 那個英國公司 授權了中國另一個公司 把自己的版權給了他們 然後這個中國的公司 會不會再把這個版權 再給其他公司 這一點 我不知道 我在憨豆先生查 他們母公司的天眼查上面 也沒有看到 關於憨豆公司相關的 IP 或者版權授權 這些東西 他們自己是號稱 他們拿到了授權 所以這一點 我也就先不計較了 但是一個拿到了 憨豆先生授權的公司 去用一個假憨豆 來做自己的產品宣傳 還是十分搞笑 我們再說一下 Nagel Dickson 他抖音裡面 那個類似澄清一樣的簡介 那些所謂說 自己是被清點的 這一些話 就算有人細心 真的去看了他的簡介 這一句話看上去 也像是他為自己的行為 洗白 別人看到他簡介裡面 清點這一句話之後 會覺得 你做的事情 好像是被官方認可的 因為你是 唯一清點模仿者 或者唯一清點特型演員 但是在戲品之下 這種關聯是不存在的 並且所謂的清點 也是毫無根據的 少說是誇大 多說是 無中生有 無中生有 暗度成瘡 我猜想 最多最多發生的事情 也就是羅文在片場 說了一句什麼 誒這個人 誒他挺像的 誒那就他做替身吧 然後就結束了 什麼唯一清點特型演員 這句話 聽上去就沒有任何邏輯 誒如果我哪一天 我憨豆先生不能演了 你來幫我演怎麼樣 這一個十分幽默的 Nagel Dickson先生 你他媽頂多就是被選了過來 然後跑了幾秒的龍套 OK 在一個憨豆先生 本來就是跑龍套的片裡面 你為他跑了幾個龍套 因為憨豆先生 羅文本人 不想被一群人壓在身下 所以你替他被壓在了身下 然後現在你能給自己鼓掌說什麼 我是唯一清點的特型演員 誒我這牛逼 那麼我也敢肯定 這一些事情 肯定不是Nagel Dickson自己做的 但他肯定自己也是complicit的 Nagel Dickson背後 估計有一個什麼經濟團隊 就像所有大抖音網紅一樣 他們都有個經濟團隊 然後他的經濟團隊 幫他想了這一句話 唯一清點特型演員 這裡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利用自己的身份含糊不清 去冒充其他人 去冒充你自己是憨豆先生 別人就會真的以為你是個憨豆先生 然後對本來的憨豆先生 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解讀 他們會看了這個 所謂痘痘先生的作品之後 重新了解這一個角色 他們可能真的以為 羅文就真的會在自己的閒暇時間 去做這一些無聊的作品 然後發到抖音上面去 憨豆先生 是羅文和Richard Curtis他們的作品 他們要怎麼去詮釋他們的作品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權利 在沒有經過別人許可的情況下 去製作這一些所謂憨豆視頻 不僅是對原作的糟蹋 也是對原來製作人他們的侮辱 同時你糟蹋的不僅是原作 你也消費了其他觀眾 他們對憨豆先生的情懷 大多數人小時候都看過憨豆先生 Mister Bean 大多數人童年裡面 都有對憨豆先生 這一個美好回憶 大多數人也因為這一點 十分敬佩羅文 Niger故意利用自己身份不清 故意打擦邊球這一點 去消費觀眾的情懷 他現在侮辱的 也是所有選擇 相信他是憨豆先生的那些人 然後這種山寨行為 是我看不下去的 不管怎麼說 我做這一期視頻出來 就是看到太多人 真的相信他真的是憨豆先生 或者說什麼 他是唯一清典模仿者 這些話 我看不下去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視頻出來 可能相對比較認真 但是我覺得這些話 還是有必要說的 不管怎麼說 我們這一期視頻就要這裡結束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你可以考慮點一個頂 喜歡我的話 你可以考慮點擊一個訂閱 然後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 拜拜 拜拜